讲故事 嫦娥的故事 中秋节的晚上 明明全家坐在院子里 看月亮 吃月饼 奶奶说了一个中秋节的神话故事 很久以前 有一年 天上出现十个太阳 太阳把花草树木晒死了 人们饿得活不下去了 那时候 有一个人叫后裔 他的力气很大 他站在高山上 拉开大弓 射掉了九个太阳 最后 天上只剩下一个太阳 天气正常了 人们很高兴 就推后裔做国王 可是 后裔天天吃喝玩乐 还到处找长生不老的药 他的太太嫦娥 劝他做个好国王 他不听 仙人送来两颗长生不老的药 他说 要在八月十五日晚上吃 只能吃一颗 如果多吃了 就会飞到月亮上去了 后裔把药放在盒子里 嫦娥心想 不能让后裔永远当国王 于是 他把两颗药都吃了 嫦娥飞走了 后裔很伤心 他不明白 嫦娥为什么要离开他 后来 他想起嫦娥劝他的话 后裔开始努力工作 不久 后裔变成一个很好的国王 可是 嫦娥在月亮上 再也回不来了 月亮里 有一棵大树 嫦娥常常坐在树下 旁边有一口井 还有一只玉兔陪着他呢 大家抬头看月亮 明明问 这个故事是真的吗 奶奶笑了 没有回答 就不小心 意思是 需要在你 拿着 打着 这些故事是 预充力吗